各位 你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 今日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香港著名歌映天后 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 希望大家喜欢 梅艳芳的个人和感情生活 梅艳芳初出道时 以坏女孩形象是人 引人瑕思 当时 香港曾盛传他臂上有纹身 在1980年代香港 民生仍是黑社会的象征 这一消息令不少乐迷感到困惑 但梅在1987年出版的唱片风套 及1990年的演唱会中露出手臂 以澄清民生传闻 梅艳芳离世前 在多次公开场合中 对没有儿女 未曾结婚 坦然不无所陷 他曾遇上多段恋情 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 爱情未能开花结果 进入演艺圈后 梅艳芳与苗乔合作电视剧《香江花月夜》 互生情数 短暂交往后协议分手 之后 他与富家子周世龙相戀 一年后分手 阿梅曾直言 大家年纪轻 脾气都硬 1985年 近藤真燕来港开演唱会 二人因而认识 逆年演唱会在遇 便开始交往 后因近藤真燕与其他女星感情瓜葛不断 恋情无疾而终 他曾说 亏我当年代他那么好 但在病逝前 梅艳芳曾秘密仿日与近藤真燕道别 梅艳芳逝世后 近藤真燕连续三年到香港拜祭旧日恋人 1989年 梅艳芳与毛特儿 梅艳芳在拍摄手标广告时认识 后两人展开恋情 短暂交往后分手 两人分手后亦曾拍摄伤心教堂 及夏日恋人音乐陆像 1990年 梅艳芳举办夏日耀光华演唱会时 梅艳芳也从澳洲回来捧场 二人衰已分手 梅艳芳还是向他唱了Summer Lover 1990年 梅艳芳与一名就读英国剑桥大学的圈外人保罗交往 梅艳芳的一首国语歌 《亲密爱人》 是属于保罗与梅艳芳的歌 1991年 梅艳芳宣布与保罗分手 1991年 梅艳芳与林国斌相恋时 据文有一次他被黑社会人物掌握 当时林国斌不离不弃陪在一旁 但林国斌星途远不及女友 他曾自嘲别人都认为自己被女友包养 1994年 梅艳芳与林国斌交往三年后分手 1995年 赵文卓与梅艳芳的子弟戀情曝光 轰动香港娱乐圈 但梅艳芳的名气 为两人带来沉重压力 两人最终分手 与赵文卓感情破裂后 梅日漸消瘦 但最后心结还是解开了 之后 梅艳芳与赵在公开场合碰面 则显得女方大方 男方尴尬 梅艳芳曾表示与赵文卓的分手试过误会 若有尽力挽救这段感情的话 则早已是赵泰 赵文卓受采访时则笑说 那大概是梅在说笑吧 或是其他人偏造出来的 当梅艳芳离患癌症的消息传出时 赵文卓即送上祝福 并希望自己是神医 好 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来分享给你的朋友啦 拜拜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